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一定会害怕啦 但是就觉得保护小朋友第一优先 大人受一点伤没关系 小朋友不能受伤 花莲三日发生7.2级强症 位于慈激医院的新生儿家护病房 一群尽责的护理师在事发当下 立刻冲向病床保护婴儿们 当时护理长与护理师们正忙着交接班 没想到却开始天摇地动 护理人员第一时间没有逃生 而是冲向当下看见的病床 紧抓点滴感 呼吸器 互助躺着的婴儿们 避免遭设备砸伤 接手岗位的画面令人肃然起敬 其实当天的地震 我们以为像平常一样 小地震一下就过去了 大概两秒钟之后我们惊觉不对 然后我们就赶快去病人的床旁边 去固定他的床 然后点滴架 还有一些呼吸器这样子 因为站在护理人员的立场 一定是要维护病人的安全 可是当下我们也有同仁是被吓到的 就是蹲在地上也是不敢动 不过很快的就是加入我们保护病人的行列这样 最主要当下我们还是要保护病人的安全 因为在摇晃的过程中 你也不知道小朋友会不会被抛出床外之类的 所以我们重点还是要保护住院中的病人 当下的话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直接往小朋友那边冲 一方面也是担心小朋友的安危 就是怕如果上面有天花板掉下来 或者是机器掉下来也有可能 所以就是怕 因为大人受一点伤没关系 小朋友不能受伤 一定会害怕 但是就觉得保护小朋友第一优先 我那时候冲过去的时候其实有点走路不稳 然后有扶了一下洗手台 然后再冲过去抓小朋友栏杆跟点地 这样子 所以是不是在加护病人养成了这种反射动作吗 也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直觉吧 就冲过去了 有家属在地震结束后 立刻打电话关心孩子状况 之后看到护理人圆肉生护婴儿的画面 让他们感激不已 像你们觉得他们很棒 对 还能帮我们保护宝宝这样子 看到这个影片就觉得很OK这样子 对对对 觉得他们很棒 你感动啊 嗯